錯誤處置流程 惡度傷害當事人 面對職場性騷擾 機關甩鍋說還好 沉痛的口號道出彭小姐的心聲 事情發生在去年12月的 宜蘭縣消防局南方澳分隊中 彭小姐受到職場性騷擾 經醫師診斷有急性創傷壓力反應 應適當休養 但一線消防局在調查中 卻對受害人言語壓迫 造成二次傷害 最後彭小姐只好被迫離職 12月4號晚上 我們的房間是套房 然後那個加害者 他知道我是在洗澡的情況下 他偷潛入我的寢室 然後已經關上我的房門 那那時候我洗澡洗到一半 我要回到我要離開浴室 回房間拿個東西 所以我在沒有穿衣服 毫無防備之下開門 然後直接撞見加害者 那當下我立刻躲回浴室裡面 然後不可置心的大喊 那確認他離開我的房間後 然後我都打電話求救 那後來我也跟那個我的主管報告 那主管隔日也親自到消防局 就是報告原委 那後續因為我身心出現了許多嚴重的狀況 所以我前往三軍總醫院就診 然後醫師診斷是急性創傷壓力反應 然後醫主叫我要務治療 然後醫休養兩個月 陳述的過程中 當局管部的秘書長就是不時的會給我言語的壓力 然後就是有的部隊也會不願意以我的陳述做疼血 然後他甚至對我說 他說你現在就是拿情緒檔檔騙牌 然後質疑我收這個行為不恰 收這個行為是不是不恰當 就是12月27號 就是委員主管就有轉告說 人士是那邊有詢問憲府 那憲府也說不符合工商價 所以我就要請病假 那請病假的過程其實 人士是主任那邊也是一直對於請假規則 一直說辭反覆 然後最後我的委員主管幫我上層病假之後 他就遭到調職 然後換了另外一個新主管楊芬過來 就上層還是分隊端 就是不斷的給我情緒勒索 可能以分隊無法運作了 大家都在罵你請假 然後可能說你回來 大家不會給你好臉色看 然後你現在就是已經成為劍拔了 然後我就不知道我到底做錯了什麼事情 今天對於宜蘭縣政府這樣惡意擋架 不尊重醫師的診斷 甚至把自己要請病假的員工當賊漢 我感到非常的憤怒 都已經2023年了 還有這種胡搞瞎搞的地方政府 到底是誰給你們的勇氣啊 依賴憲政政府消防局 立委王婉鈺高嘉瑜也陪同彭小姐召開記者會 呼籲地方和中央政府正式此案 能有所賠償以及防罰後續再有此情況發生 因爲新騷擾事件而衍生出來 有極性創傷症候群之後 希望能夠請工商家不行 希望請病假不行 直到只有在住院的期間 親眼看到他住院才可以請病假 我覺得這真的是非常荒謬 在座的各位大概都沒有辦法理解 為什麼會出現這麼荒謬的情況吧 所以今天很高興很感謝 消防人員權益促進會能夠召開這場記者會 一起來揭露宜蘭縣政府消防局 對基層消防員的嚴重霸凌的情況 同時在這起事件當中 我看到幾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第一個是被害人在性評調查的過程當中 遭到性評調查委員的質疑和言語的傷害 依據被害人的陳述 他其中有一位性評調查委員以不友善的態度來自責他 拿情緒來當擋箭牌來希望能夠要求要來做處理 這位調查委員在今年的3月10號 我們當時本來以為我們透過協調會 就可以來處理到能不能請公商家的事情 沒想到3月10號的這個協調會 其實讓我更加的憤慌更加覺得荒謬 當時在我們舉辦的協調會當中 這位調查委員時刻否認說他有這樣子講過 被害人在遭受到性騷擾的性暴力之後 常常會有情緒低落 甚至我們被害人都已經有診斷證明 醫生表示有急性創傷後的反應 那這個時候我們的性評委員應該要是 具有性別意識和敏感度的友善的來對待被害人 並且進行調查來釐清案情 那對彭小姐一家人來講 其實在去年12月到現在 全家人陪著彭小姐四處的深處 四處的求援 但是很可惜的 在這樣子的一個官僚的體制裡面 彭小姐沒有得到任何的幫忙 所以她被迫用這種方式出來面對社會大眾 她希望說她自己自身的經驗能夠讓大家知道 消防局這樣一個蠻憨的體制 對一個女性的工作者是如此的不尊重 在這個整個過程裡面剛剛所聽到的 不僅是對於私下對彭小姐的言語傷害跟霸凌 甚至對她說不能拿情緒來當作擋箭牌 在協調會上在有委員有立委有長官在場的協調會上 甚至說不至於因為這樣就要住院吧 可以想見說都已經有這麼多人在場的情況之下 消防局的長官都還用這種輕蔑不在乎的態度 面對彭小姐 私下的彭小姐她在面對這些消防局的長官 是承受多大的壓力 所以今天彭小姐被迫離職 被迫離開好不容易考上的這個消防員的職務 這是需要多大的勇氣 她放棄了一輩子的鐵飯網 為什麼 因為她知道說這件事情發生在她身上 未來也可能發生在其他人身上 她今天站出來就是希望說 以後不要再有類似的事情 受害者勇敢站出來發聲 期盼事件落幕後 不再有人因此遭受不平等對待 記者問君 台北報導 請假休養 那到最後她只能用自己的補休假 去請13天 一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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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